我們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在電視機前 以及在網路上的我們的朋友們大家午安 謝謝大家能夠今天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記者會出席的 除了在我左邊有我們交通部 王國財網部長 之外 還有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翔莊副組長 以及醫療應變組的羅一鈞 羅副組長 那我們首先還是由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昨天的這整個疫情的一個情形 我們昨天我們本土的病例是零 境外移入的病例也是零 死亡的病例也是零 那這是從4月8號以來 我們再度 虧為193天之後 我們的本土境外移入死亡病例都是零例的 那我們當然覺得很高興 也需要大家繼續來努力 另外一個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 我們在前兩天 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的疫苗的接種的情形 這兩天總共接種了三百 五十 總共接種了三百 三十五萬六千 多劑的疫苗 那我們的人口 我們的人 我們的 劑次人口涵蓋率 已經達到了六十二 已經62.4 百分之62.4 那劑次人口比 已經到達了84.61 那當然這裡面 我們這幾天還會持續來進行努力 那再來的一個是 我們第十二期的接種 那在今天早上 第十二期的接種 那主要開放的對象 在今天早上十點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放了三十歲以上的民眾 來接種第一劑的BNT的疫苗 那在 從今天早上十點到中午的 一點鐘的時候 已經有86萬人完成的這些的預約的這些程序 那我們接下來在明天的時候還會陸續的開放 在陸續的開放七月十六 民眾七月十六號以前已經接種莫德納第一劑的這些的第二 第一劑的這些疫苗的民眾來預約第二劑 然後AZ的疫苗接種第二劑 然後莫德納的也來接種第二劑的部分 那 這部分的話 還希望我們民眾還能夠符合資格的把握時間來進行預約 那預約的時間會一直到了10月20號中午的12點 那這是我們第十二期開始預約的一個狀況